佛陀在菩提树下禅定 摩罗来阻止他的修行 爱欲 乐欲 贪欲都是摩罗的女儿 摩罗让三人陪西达多玩耍 三人围绕着西达多 他的心却不为所动 西达多说 我舍弃了肉体 这些肉体上的欲求已经不能影响到我 就像拨开云雾见天日 驱散了黑暗 如果获得了智慧之光的力量 所有的诱惑最终会落到地上 摩罗恼凶成怒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一片树叶落到了西达多的面前 他仔细地端向着树叶 发现日月星辰都在这一片树叶之中 没有了阳光 树叶就不能生存 没有雨水的滋润 新的树叶就不会长大 大地 宇宙 时间 知觉也都会积到这片树叶中 我也像这片树叶一样 从来没有出生过 本就没有意志不变的东西 由此看来 我们也就不存在死亡 只不过是消失不见而已 这片树叶可以说是你 是我 是所有的人 而护一性和无我这两个原理 就是开启解脱之门的钥匙 善生过来送食物 西达多说昨天做了几个梦 好像是有什么浴室一样